以往我們可能去飯店 我們要辦任何大型活動 我們好像沒辦法 就是除了這樣子的浪費 我們好像沒有其他的選擇 所以我只是希望 很單純的希望 可以提供另外一種選擇 讓新人他們 在籌辦這種大型宴會的時候 他可能可以獲得的東西層面 是比較不一樣的 我自己本身出門的時候 外帶東西 我會比較注意說 不要太使用太多的塑膠製品 但是其實我這樣執行在我的人生裡面 但我每一次的婚禮 我會發現 現場的垃圾量 可能比我節省一年的 這一些小杯子啊 小餐盒啊 來的那個廢棄物的量 都還要多很多 所以從那個時候我才開始思考 那我的平常的生活是這樣 但我如果在工作上 也可以實現的話 我會用什麼方式去執行 所以其實一開始是 概念都是蠻簡單的 就是想說從自身的生活 然後去跟工作 取得一個平衡 那其實現在我會希望 更多業界的人 如果他們覺得 這一件事情 對於他們公司的發展是好的 比如說越來越多新人 他們重視永續價值這件事情 那更多的婚故公司 他們也發現了這一塊可以執行的 的方向 或許更多的人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整個社會都會是 蠻好的影響